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上的叫做基本測量 就是有關於測量的部分 測量長度、測量體積、測量面積之類的 第一個重點叫做記錄測量值 那要先了解什麼叫做測量 測量就是拿一個已知的標準 跟一個未知的事物做比較 求得數量的關係 就是剛才的學習單的第一個動作 我要你們拿什麼手掌、原子筆 什麼這些東西 去跟你的桌子會去做比較 得到它有幾個原子筆長 幾個手掌寬 就要做所謂的測量 這個動作就叫做測量 你們學習單上的第一個動作就叫做測量 拿一個已知的標準 就是所謂的單位 去跟一個未知的事物做比較 求得一個數量的關係 就寫下這個結果 4.2的手掌寬 31.5公分 你可不可以只寫31.5 不行 不知道多大 可不可以只寫公分 也不行 也不知道它到底多少 對不對 所以就表示一個測量值要包括幾個部分 兩個部分 數字的部分跟單位的部分 剛才學習單上可以讓你寫的話 剛才學習單上裡面寫的話 要有數字的部分跟單位的部分 單位部分我們會簡單帶一下 重點是數字的部分 單位的部分我們會簡單帶一下 重點是數字的部分 這個單位可以任意你選定 你可以用手掌寬 你可以用原子筆查 都可以用 叫做任意選定 但是要以公認跟適當為主 公認就是大家都同意 至少你所用所在的地方要同意 金門人的易經跟台灣人的易經不一樣重 可是金門人就說這樣叫做易經 好 大家同意OK 大家同意OK 要公認 要適當 適當的意思就是不要拿小單位去量大東西 不要拿大單位去量小東西 公認國際的標準是SI單位 我的講義上有跟你寫 你去看一看 我們知道SI單位 目前全世界只有三個地方不用SI單位 最大的地方叫做Almarica 美國 哪沒有用SI單位 其他都是SI單位 公認的單位 公認的 公斤公尺公分的這種 OK 然後呢 大東西 大東西 不要用小單位 小東西不要用大單位 身高多高0.02公里 聽了 隨著不要 或者是台北到高雄多少 多少多少公分 封掉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不適當 那重點是數字 我們的學衣單上面的數字 會有一組的準確值跟一位的估計值 一組準確值跟一位估計值 為什麼講一組 因為它不一定有多少 可能只有一位 可能有兩位 可能有三位 所以我們叫做一組 但是估計值只有一位 估計值只有一位 準確值會準到最小單位 剛剛你做的動作有沒有看到 你的最小單位是公里 就會準確到哪裡 準確到公里嘛 所以要準確到最小單位 然後呢 哪裡是估計值 你的最小單位 你下一位 只有一位 我講過很正常嘛 你覺得你的最小單位是公分 你覺得你60公分多一點 你會等我講 你會講60.260.3對不對 表示只有幾位 一位啊 點2才會準一位嘛 你有需要講60.32嗎 不用嘛 點32會比較準嗎 不會啊 因為三個都猜的嘛 二三二還跟著猜的 都糊爛嘛 所以完全沒有增加 沒有那個意義嘛 所以就很正常的 直接反應就知道 估計值只有幾位 一位在哪裡 最小單位以下一位 最小單位以下一位 然後我們就有一些考試的題目 有一種題目最常出 就是我告訴你最小單位 請你寫出正確的測量值 要寫到最小單位的下一位 準確指他這一位估計值 這種題目最常出 我告訴你最小單位 你告訴我測量值要怎麼寫 還有反過來的很少法就是 我告訴你測量值 你告訴我最好單位是誰 這題目考得比較少 比較少人這樣考 OK 所以你看到上面這拉值 最好單位是什麼 公分嘛 所以我確定有14公分 那我猜一個什麼 點8嘛 所以8叫做估計值嘛 上面這拉值最好單位是什麼 公里對不對 對不對 我確定有14.7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準確嘛 那我猜個0.05嘛 就是我的估計值 所以 這個叫做準確值 這個上面有兩位下面有三位 所以我們叫做一組嘛 可以兩位可以三位嘛 但估計的只有幾位 一位 就是那個8跟這個5叫做估計值嘛 8跟這個5叫做估計值 A就是要了解準確值跟估計值 好 我告訴你這條單位 你跟我寫出正確的測量結果 要寫到這條單位以下一位 這條單位以下一位 誤差是不可能消除的 有各式各樣的誤差 你的那把齒很爛 你把破齒誤差很大 你的技術很差 所以兩個很不好誤差 空氣中突然熱一點點 或者是冷一點點 有個風吹過去之類的 都可能造成誤差 所以誤差無法消除 只能可能盡可能減少 盡可能降低 盡可能降低 有 所以儀器設計不良 人為操作不大 想辦法改善 讓我的測量可以準一點 還有方法叫做平均值 透過用平均值的方法 可以使我的誤差會變小 平均值的做法有幾個說法 第一種說法叫做 一張值有多厚很難量 我就量500張 量完之後除以500 這樣算就這樣算叫做平均值 或者是同一個東西 我量個十遍 再來除以10 這樣也叫做平均值 平均值會減少我的誤差 比較我的誤差 所以我們會用平均值來做 考試題目的時候 ABC諸四個人測量 然後要去求平均值 我們會跟你說 那個誤差太大就不要算進去 那什麼叫做誤差太大 就是你連準確值都跟人家不一樣 我看起來14.2 你看起來14.3 他看起來14.4有關係嗎? 沒關係嘛 都是猜的嘛 對不對 所以都可以 可是人家看14.2 人家看14.3 你看出來那13.8 那你有問題啊 因為14.4是準確值對不對 應該大家都跟他一樣 所以什麼叫做誤差太大就不要算 就是你連準確值都跟人家不一樣 估計值不一樣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 估計值不一樣就不一樣沒有關係 就是跟各位講 我們的測量值的寫法 重點 測量有數字的部分 有一組的準確值跟一位的估計值 寫下來的時候 你要寫到估計值 也就是寫到最小單位以下一位 這是一個正確的測量值的寫法 就是重點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